环球网报道记者王欢,鉴于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方向盐巫义,在与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的会谈中,得到美方对日本新防卫力建设只能防卫计划大纲的支持,日本政府计划,进一步加快与美国的防卫合作。 日本共同社1月18日报道称,日政府将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及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推进美军防护及购买美国产防卫装备。 共同社称,2015年制定的安保法,使自卫队对美军舰艇等进行护卫成为可能。 据分析,考虑到东北亚局势,除了向美军提供物品及劳务等合作外,日本自卫队还会增加为进行警戒活动的美海军,提供加油补给等任务。 日本政府计划购置,每套超过1000亿日元,约和人民币62亿元的陆基宙斯顿系。 统计划购买两套,即100多架每架售价,于100亿日元的最尖端F-35隐形战机。 推进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装备共通化,强化一体化运用。 日方考虑在年内召开,由外交和防务部长参加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加2,就每日合作进行深入磋商。 但日本防卫省高层称,召开还没有眉目,at the civilian dead post,7500 on the 31,新华社东京12月25日电宗述,日本无人作战动作频频加强引进。 新华社记者王可佳。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强化自卫对无人作战体系方面动作频频。 重点包括加强引进全球英无人机等先进装备,制定自主研发计划,并把推进无人化装备部署,写入日前出炉的新版防卫大纲。 日本在机器人制造等领域,具有较高技术实力。 无人机在农业、气象、航拍摄营等民间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但长期以来,相关技术在防卫领域的运用相当有限。 日本军事评论家钱田哲南介绍,日本自卫队的无人机运用,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 当时,海上自卫队,引进美军一种反潜无人机系统,并配备在少数护卫舰上。 但这一系统应用效果并不理想。 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富士重工集团,与防卫省技术部门,开始共同开发远程遥控观测系统。 这一系统由配备可视及红外摄像头的小型遥控直升机和车带控制、追踪系统等地面装置构成。 主要用于地面侦察、远程观测、空中目标追踪等。 这一系统量产机型于2004年完成是非。 随后部署在路上自卫队中。 为弥补现有无人作战体系的不足。 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国外装备。 日本防卫省正着手引进三架,具有长时间制空能力和高空侦察能力的美国RQ-4全球鹰无人机。 计划2019年后,正式部署在航空自卫队的三则基地。 日媒报道。 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希望向日本政府出售天空卫视无人机产品。 已于今年5月在长崎县进行约两周的试飞。 日本独奈新闻报道。 防卫省还在探讨引进同一公司的复仇者无人机。 这两款无人机,不仅具备侦察功能,而且拥有一点水平的攻击能力。 此外,防卫省还对自卫队无人装备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战略规划。 旗下属机构防卫装备厅,在2016年制定的未来无人装备相关研究开发愿景中提出, 力争在未来20年内追赶欧美。 具备实现无人战斗机群,与有人战斗机协同作战的技术研发能力。 今年12月18日,日本政府批准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及与支配套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内容包含实现自卫队跨域防卫体制构建, 现有舰艇航母化、采购,包括无人潜水机在内的新装备等。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要构建跨域防卫体制,增加在太空、信息等新领域的防卫资金投入。 人工智能及无人作战是其中的重要领域。 前田哲南认为,在新防卫大纲的指导下, 自卫队将会进一步强化各领域的无人装备运用。 但他指出,日本提升无人作战实力,及相关研究取得实质发展还需时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俄罗斯是否应与中国分享火箭技术秘密。 俄罗斯,观点报17日称, 俄动力机械科研生产联合体宣布, 已决定开始与中国共同研发超重型火箭发动机。 但这一决定,还需要得到俄罗斯政府批准。 到目前为止, 俄方仍拒绝因中国要求分享此类技术。 报道称,俄动力机械公司透露。 在11月的珠海航展期间, 该公司与中国方面签署了一份关于合作研发和生产液氧煤油、液氢液氧、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的协议。 中国伙伴对设计480吨火箭发动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报道称, 现在一切取决于俄政府, 到底是授权, 还是禁止在超重型火箭发动机领域, 与中国进行合作。 报道称, 目前, 许多国家对与中国技术合作, 保持谨慎的立场。 因为中国具有极强的仿制能力, 但俄航天政策研究所所长伊万莫伊谢耶夫表示, 俄罗斯不应担心技术泄漏。 技术是容易过时的东西。 今天它先进, 过几年就可能落后了。 同时还在不断出现新的技术。 俄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瓦西里米赫耶夫则提醒说, 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空间站。 如果俄罗斯帮助中国研发超重型火箭, 可以让俄方获得进入未来中国空间站的门票。 据介绍, 超重型火箭, 更侧重于宇宙深空探索, 例如载人登陆火星等。 当年美国阿波罗计划的土清五号超重型火箭使用的F1发动机, 推力为680吨级。 目前, 中国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主要使用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 和50吨级液氢液氧发动机。 今年3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6月透露, 正在研制用于重型火箭的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 200吨级和25吨级液氧液氢发动机。 它们在推力、 比冲、 推重比等方面, 均瞄准国际一流水平。 俄东北亚军事研究项目编辑弗拉基米尔·赫鲁斯塔廖夫称, 中国在超重型火箭方面, 起得很大进展。 不应低估中国工程师的独立性, 俄中合作研制超重型火箭, 对两国都有利。 他表示, 中国不会严重依赖俄罗斯的技术和能力。 柳玉鹏, at the civilian dead post, 7500吨约31, 中心网1月19日电, 综合俄媒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两架苏34战斗轰炸机, 18日发生塌撞。 截至目前, 搜救人员已经找到了两名飞行员的遗体。 18日, 两架苏34战斗轰炸机, 在日本海海域上空发生塌撞。 飞行员弹射逃生, 落入达达海峡的冰冷海水。 俄国防部表示, 在进行搜救行动时, 又发现一名苏34战机飞行员遗体。 搜救船舶已将这名飞行员的遗体, 打捞上船。 俄罗斯文传电信社, 援引俄国防部消息称, 在此之前, 搜救人员已经发现了一名领航员。 获救后, 他接受了医疗救助。 其身体状况令人满意。 另外还有一人的遗体, 被从水中打捞出来。 此前, 也有媒体援引俄国防部称, 已经有两人获救。 报道称, 搜救行动仍在继续。 俄国防部表示, 屠副142, 安副12, 安副30飞机, 几米副8直升机正在参加搜救行动。 此外, 5艘船舶在飞行员弹射海域进行搜索。 俄太平洋舰队的6艘船, 也正在赶往搜救海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